哈囉 歡迎來到新聞與樂通 我們說人怕出名 豬怕肥 很多的名人神出鬼沒的 行蹤不定 為什麼呢 還不要讓你知道 名人嘛 樹大招風 有的時候麻煩就上身了 我們小時候好像有聽過 譬如說像電影明星有沒有 彭雪芬 她的老公吳東亮被綁架對不對 後來又聽到什麼 張愛家的兒子Oscar被綁架 這件事情都在我們社會上 造成很大的新聞 但是現在要告訴你 尤其現在旅遊忘記 你不用是個名人 你去錯的地方 小心有命去 沒命回來 最近我們在新聞當中 大家都有看到這個新聞 就是有我們的國人 在東南亞被綁架的新聞 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關鍵的人物到現場 先來介紹我們的來賓 藝人樓佩穎 大家好 我是不會被綁架的 因為你們不用綁架 我們只要跟我談戀愛就有了 資深媒體人麥若瑜 千年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胡孝晨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蔣長鈺 大家好 還有今天我們看到現場的 我們這個特別來賓 張大公先生 你好 歡迎… 最近大家在這個新聞媒體上面 看到很多他露面 都是因為他的這個妹妹 還有妹妹的 到底有沒有結婚啊 沒有 張安瑋女士跟許立民先生 他們一起在馬來西亞度假 在邦邦島 結果一個被綁架 另外一位就很不幸 就沒有回來了 不過這個整個綁架 營救36天的這個過程 張大公先生 可以說是非常關鍵的人物 我們待會要 很多的問題要問他 但是重點是 為什麼會到這個地方 這到底是一個 什麼樣神秘的地方 碰到什麼樣神秘的組織 才會有這麼神秘的事情發生 這麼恐怖的事件 這次的一個所謂的人質綁架事件 它是由阿布莎耶夫 阿布莎耶夫這個組織 它是東南亞一個摩洛人主義 為基礎所成立的一個 所謂的伊斯蘭的 這樣子的一個恐怖組織分子這樣 阿布莎耶夫 他是由简佳拉尼 他成立的 简佳拉尼這個人 他的身世背景非常非常的詭異 就是他成立的 對 就是他成立的 感覺起來有沒有像格達貝 真的耶 我都以為我看潮了 简佳拉尼他年輕的時候 他的確有去過利比亞 接受恐怖分子的軍事訓練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樣子 他跟格達貝長得還滿像的 對 後來之後他就到了阿富汗 去參加了組織聖戰 我們就一般所謂說 當時的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時候 號召了很多的一個穆斯林有沒有 然後到阿富汗去參加 這個所謂的聖戰 這樣的一個活動這樣子 後來之後他1991年的時候 他回到了菲律賓的南部 就在他的家鄉 就成立了一個阿布沙耶夫這樣子的一個組織 後來之後他有一個弟弟 他就開始扶持他的弟弟有沒有 這個叫做 就是他的弟弟 卡扎菲 對 我們叫卡扎 卡拉扎這樣子 這個名字真的超級難念這樣 然後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有沒有 他就開始展開一系列這樣子的一個恐怖活動 他最早的第一起的活動 他在1993年的時候 在攻擊了當地的一個所謂的教堂 當場就炸死7個人這樣 然後之後他的成名代表作 是在2000年的時候 在馬來西亞的一個巴丹島附近 這樣21名的 來自於馬來西亞 菲律賓 德國 這些國家的一個等於是遊客有沒有 把他劫持 然後到菲律賓 然後之後菲律賓的兩名的人職有沒有 到頭顱把他砍下來 這個所謂的穆斯林他們的一個 對於敵人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對 就公開的這樣斬首示眾這樣子 另外的話有沒有 在2001年的時候 他也在這個所謂的巴拉旺島這邊有沒有 開始有沒有 就綁架了這些 20個那個遊客 那另外的話就是 他其實他對白人會比較好一點 對菲律賓人有沒有 其實手段是非常的殘忍 那他這個恐怖組織 他最主要的目的在幹嘛 就是死藥前 極度的一個兇殘殘暴 不過可以講跟大家報告幾個好消息 當然也是對這個組織壞消息 因為姊姊拉尼在1998年的時候 是被菲律賓的警方擊斃掉 他已經死了 他已經被打死了 是 那他的弟弟的話有沒有 是在2007年的時候也被擊斃掉 對 也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那個阿布莎耶夫這個組織有沒有 現在群龍 瓦解了沒有 分別從被倒的亂 這個組織有多大呢 這個組織的話有沒有 在他集市的時期是有4000人 4000人 都是在東南亞這個地方 他都是屬於遊擊戰這樣的一個狀態 到現在為止來講的話有沒有 因為他多次的被美軍 還有包括菲律賓的警方 還有包括他所謂的特戰部隊有沒有 圍剿 所以他的整個組織的人員的塑化 目前是不太可考 為什麼因為他已經被打散到 整個南部的很多的山區去 今天我們要講的這個 就是張愛維跟許利明的這一次 綁架的這個案件 但是他們去的地方是菲律賓 是馬來西亞的邦邦島對不對 對 沒有錯 這個地方好像本來就列為 要小心的地方 對 我們外交部曾經有沒有 針對這個地方其實到現在為止還是 就是把它列為所謂的 橙色的一個警戒區 什麼叫橙色的警戒區 就是說他建議國人有沒有 到那邊盡量不要去 如果到紅色的那種狀態的時候 其實你去了之後有沒有 給自己找麻煩 其實橙色已經是給你找麻煩了 這個地方的話 在於邦邦島 它有名的地方在哪裡 它是個潛水天堂 然後加上有沒有 它有那個什麼 在那個冰海的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度假屋有沒有 強調它的一個隱密性 所以是很多的一些這種就是 希望能夠放鬆心情的 這樣子的一個遊客 常去的一個地方 但是它的一個位置有沒有 非常非常糟糕 為什麼講非常糟糕 我們剛才講前面那個 所謂的恐怖組織有沒有 其實有沒有 它那個盤踞的一個 勢力範圍區域有沒有 就這樣 正好就在這個 幫幫島這個地方 等於沙巴的這個東部 還包括菲律賓南部這個區域 它就要非常非常活躍 過去的時候也曾經有過幾次有沒有 可以發現到這個所謂恐怖組織的 一個足跡 它會搭乘那個所謂小船 然後到這個地方來 只要看到這個外國的遊客的話 就把它綁回去 這是一個不幸事件有沒有 在於就是說 當時張威跟許利民兩位有沒有 在那邊度假的時候 恐怖分子他上去了之後 看到了許利民的時候 當下的時候就把它給擊斃掉了 之後他就把張威 就把它綁走了這樣子 我覺得張威他很 就不幸中的大幸 為什麼這麼來說 因為能夠在那邊被綁 做人質36天有沒有 然後還能夠這樣平安的回來 雖然受到了驚嚇有沒有 我們可以講說是一個 所謂的奇蹟這樣 不過剛剛孝誠哥提到 那個2000年的那個 結果我看看跟這一次的 張安威他們所碰到的 地理位置很像 說他們是從馬來西亞 然後把人綁到菲律賓 那邦邦島也是在馬來西亞 的這個範圍對不對 對 他在沙巴島南面 很漂亮的一個小島 對 那剛才也有提到說 這是橙色警戒區 那張安威女士跟許利明 他們要去之前 有 你們知道嗎 要去這個危險的地方 都不知道 他們可能上網的技術不夠好 沒有看 因為那個區域 在去年的1月 5月 9月 都發生過戰爭 對啊 而且規模還不是很小 所以真的是沒有搞清楚狀況 真的是投身到一個 很危險的地方 不過剛剛有講到說 那個地方很隱密 大家還記不記得那個地方 他們住的房間 是這樣一道一道這樣進去 就一個獨立的小房間對不對 你說好聽是與世隔絕 好像隱密對不對 說難聽就是出了事 還真沒人住 還真沒人住 那邊我去了現場 那邊有六棟海上木屋 他們住的是剛好 這邊四棟 後面又延伸出去兩棟 那個非常漂亮 聽說帶潛水鏡下去 就直接看到大雨大烏龜 那個山很漂亮的地方 可是是一個他們本島警戒的死角 剛好那個傳過來的時候 完全看不到 所以他們就直接跑到那個房間去 那事情發生之後是誰 怎麼通知 大家都怪罪馬來西亞警方 其實我到現場我知道 他那邊警衛聽到槍聲 要十幾分鐘跑過去 然後看到再跑回去 大概四十五分鐘才能到警察局 去當地警察局去報警 不能打電話報警嗎 報警 不是 他要去 去還要本島 你晚上天黑的船怎麼過來 所以馬來西亞警方 第二天早上才到 那這也其實也不能怪他們 你晚上海上沒有辦法跑船了 所以當天發生他們要回去 然後第二天警察才來 那你是什麼時候接到消息的 我是在大概下午兩點多三點的時候 我們管區的警員跑到我家按鈴 先跟我聲明說 我們是管區警員不是詐騙集團 然後他們在用無線電 聯絡我刑事警察局 刑事警察局在打給我 告訴我這個事情 當然我傻了三分鐘之內 幾乎沒有反應 然後我就馬上打電話到馬來西亞 幫幫到旅館去證實這個事情 然後我就到刑事警察局報到 所以綁架案發的那天是 11月15號 15號 對 你是16號那天 15號 它是11月15號凌晨1點15分 發生事情 我是就是說當天下午的 大概3點左右我才知道 歹徒他們一定會 綁匪他們一定會要來證實說 你妹妹在我們手裡 所以他讓妹妹跟你通道話 還是怎麼樣 我應該是隔了一天 17號我就到馬來西亞去了 處理徐立民的後事 對 那其實在我在馬來西亞期間呢 我妹妹有打電話 到她一個朋友家裡去聯絡 那這很好玩 所以我以為我妹妹好聰明 當然她不敢打回家 她怕驚動我媽媽 我以為我妹妹好聰明 不要直接跟我聯絡 其實她是忘了我的手機號碼 不是 不是 不過你現在考我 我兩個哥哥的手機號碼 我一個都記不得 說實的 輸在電話裡面 對 然後我從 應該是21號 我從馬來西亞回來 回來我當然 我晚上回來 我馬上就發一個簡訊給他 我說我回來了 因為綁匪在馬來西亞的電視 也看到我 結果說我回來了 那個你趕快跟我聯絡 這已經21號了 21號 從15號到21號這六天 你們都沒有聯絡 都沒有聯絡 她就打到我朋友家 然後 但是你朋友證實了說 我跟安偉講到話了 對 然後我第二天呢 22號我就去菲律賓 再去桃園機場的路上 我接到綁匪的電話 打來第一次跟詹安偉講話 那我也沒什麼 我就 他第一個就跟我講 老哥 人家問到你就綁了你妹妹 你那個表情是一點都不害怕 一點都不緊張 這也是事實 他們不會殺害人子 他要的是錢 開始的時候 是跟你要幾億幾億的錢嗎 不是嗎 有 問我你有多少 我就跟他講 他旁邊的綁匪 我都聽到他們在大笑 不得意啊